這個其實也是一個戰術型的遊戲 如果你們想要拿到那個遊戲的獎品的話 可以去我的粉專留言一下 這個遊戲呢就是他有養成 然後還有餵食 反正就是還可以有點像是養寵物的那種感覺 超歡樂的 你可以選擇一次抽十次 或是先用門次免費 他好像每天都會給你免費的 就可以讓你去抽 我們先來抽十次看看好了 我想要連抽 我今天挑戰一個連抽四十次看看 看我到底是歐洲人還是非洲人 每日任務隨便做一做就很很可觀了 喔對啊 B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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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可以啦一個S的 可是這個我有了 哇 小惡魔 小惡魔我也有了 直接十抽直接十抽 All in All in SP 欸這個轉蛋要留著 這個轉蛋要留著 挺好的 挺好的 一個SP一個迷幻 好ok 挺好的 目前為止都挺好的 欸真的是十連抽比較好欸 哇連續SS 快要抽了吧 欸十抽好猛喔 欸十抽超棒的欸 哇靠我十抽直接一二三四五 喔 喔 O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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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抽到SS的 哇啊 看霜爆了 哇欸 十連抽的那個機率真的好高喔 哇 S的 真是還不錯 A級的 S的 這我有了 這我都有了 天使玻璃 新手拿到天使玻璃 蠻不錯的 但因為我已經練很久了 現在這一些都對我來說 已經滿足不了我了 不行我要再抽 我們現在抽10次了 S的卡比較強 新手的話就一定要有這個迷幻之王 這就是我在用的 迷幻之王 很多S嗎 哇 兩個喔 其實這個S的機率還蠻高的 怎麼一說完 喔其實他S的機率還蠻高的 就是你們如果一波抽完 你都可以用S的 下去打 會很好打 還有就是魔物你 前期你都可以先把他升級 因為 那些魔物都是可以被分解的 迷幻超好用他那個範圍 炸下去跟那個 龍獸那種範圍技一樣 超爽 欸欸欸怎麼 SP的 不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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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蛋 這蛋挺可愛的 男爵S 不錯不錯不錯 哇 浪人 這個也不錯 先抽一次 欸我超級沒了 第4次 我每次都40連抽 有 海盜之王 終於有了 哇 看 爽死了 我終於抽到海盜之王了 準到有用嗎 有用到 哇 哇 烏龜将军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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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有有有 哇迷幻之王也很棒 嗯 这个 狂暴小恶魔 小恶魔也很可爱 你们可以拿来用 他是前排的 新手只要抽到那个什么 以后那一种的都可以放到前排去 还有小恶魔也都是前排的 把它放在前排 这个黑妈妈的 黑转转蛋我第一次转到耶 好好笑 他很像那个 你们不觉得他很像什么东西吗 他很像 碳 就是那种灰碳的花生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讲的 就是那种 竹碳花生啦 灰碳花生是什么 竹碳花生 感觉很好吃 哇我看我这个 機率也 太高了吧 我抽一堆s跟ss 哇好爽喔 - 刘萝花生 - 瓶子花生 - 欧玩 - 锅子花生 - 裹 - 黄浪花生 - 金岩人 - 吃 - 熟 - 瓶子花生 - 爆发生 - 施生